身上带有疑惑 那么你一定就是天玄之人阿阳了 这么说 你认识我了 我当然认识你了 我还知道你来到这里的目的 哦 那你倒是说说看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干什么呢 你是为了阻止皮木的计划 才来到这个维度的 我还知道你们一直去过了地府维度 否则你的身上不可能带有疑惑的气息 连我们去过地府都知道 看来你这只机器大青蛙 还是有量下子的嘛 哎 都告诉你啦 这只大青蛙是闲子 他当然什么都知道了 你现在可以问我问题了 啥 现在可以问了 刚才你不是说还不行的吗 既然你已经拿到了疑惑 那你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哎呀 他既然都说可以问了 那你就问呗 别那么多废话了 那好吧 我的问题是 怎么样才能够阻止黑木毁灭这个世界 就这个问题 这么简单 对啊 就是这个问题 不是 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很简单嘛 那你倒是说啊 答案很简单 你只需要把你旁边这个人消灭掉 就可以成功阻止黑木的计划了 什么 你是说如花 你没搞错吧 我问的是怎么阻止黑木 这跟如花有什么关系啊 对啊对啊 我就是个吃烤鸡的 怎么扯到我上来了 你身边站着的这个人 就是八卦十字离火 也就是八卦骑士中的第八位 你说什么 我是离火 不是吧 我居然跟黑木是一伙的 虽然我早就猜到了 如花可能跟八卦使者有关系 可你让我消灭他又是几个意思啊 八卦使者就是黑木机关的核心 只要你把八卦使者全部消灭掉 他不计划就会不攻自破 而且你活着是所有使者中 战斗力最强的哪一个 啊 我的战斗力最强 我怎么不知道啊 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是有点道理啊 追选如花在地下煽动的时候 一个巴掌就把怪物给拍飞了 喂喂 浩羊 你该不会真要听这个大青蛙的 把我给消灭了吧 开玩笑的 我从来问世怎么可能会这样对待朋友 喂 大青蛙 除了这个办法以外 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这是唯一的办法 没有其他办法了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想回到我原来的世界 应该怎么样才能回去 只要你成功组织了黑木的计划 你世界的传送门就会重新开启 那个时候你就会回到原来的世界了 好家伙 这个意思就是说 无论怎样我都不能让黑木毁灭世界了